你好 我姓陈海龙新闻力服务 大家好 我是Cindy 是一位电话客服人员 生活中一定都会多多少少遇到客服 不论是你今天买了一个新的产品 或者是说我今天想要寻求一些专业的咨询 那这时候大家都会透过电话或是线上的方式 来跟客服寻求协助 这个工作他是必须要认真的去聆听客户的需求 你才会知道说要怎么去解决客户的问题 因为我的家人是从事客服的行业 那也会常常接触到这些阿姨叔叔之类 会觉得 哇 这些叔叔阿姨怎么那么厉害 交谈的时候为什么可以那么有条有理 所以那时候只觉得说 他们是不是天生是这样子的人 我不晓得他们其实是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训练 跟学习的经验所得下来的 那这时家人就跟我讲说 如果你真的很想去学习这一块 你或许可以考虑从事客服这个行业看看 因为我的个性其实是活泼又外向的 那也很爱讲话 我常常可以一整天不停不停地讲话 我学生时代的时候非常乐中于社团活动 透过沟通还有策划的方式 去跟别的社团或者是其他学校有所交流 那在这些交流过程当中 其实我发现我很喜欢跟人相处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是一个外向的人 而且你也像我一样喜欢爱讲话 也不排斥跟人相处的话 其实我是蛮希望说大家也可以一起来 加入客服这个行业 我们其实平均一天得接大概差不多一百通的电话 等于说我必须要服务一百位的客户 因为你不晓得你的每一通电话会遇到什么样的客户 他是赞美你或者是他是要寻求你的意见 或者是他遇到一些问题需要你去做协助 有时候我们可能前一通电话也是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 因为你可能受到客户一些负面的情绪 你会多多少少你会影响到自己的 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必须要马上去接到下一通电话 这个过程中可能短短只有两三分钟 那最困难的一块是在于客户这个部分 你要怎么去解决客户的不悦 原则上其实就是要聆听 将心比心 你只有站在客户的立场 你才有办法指导他的问题所在 帮他找到一个最适合他的一个解决方式 如果你也想要挑战自己 想要磨练自己 更想要学习人与人之间的应对方式 那欢迎加入客服这个行业喔